一招一打到拼住 那它慢慢跳上來跳 哇 我就說被雙口挖 雙口耶 太扯了 這隻軟乾的話 它是前面彎 第三節跟第四節的部分 算是很穩定的 大家好 我是金牌 大家好 我是爸 我們要來介紹這款 娛樂園出的紀念蝦竿 那這隻娛樂園出的蝦竿 叫傳奇蝦竿 是六匙的 不可能是自己做蝦竿嘛 一定都是請別人代工 我知道 娛樂園 娛樂園令我最印象深刻的 顏絨蝦竿 它非常有名 顏絨的話 它硬度跟那個縮口 基本上都做得非常的好 它的品質是非常高的 其實做工真的非常的漂亮 來文 你知道它多重嗎 知道它很輕啊 而且它又超新的 應該是軟乾吧 這隻娛樂園出的傳奇蝦竿 它是軟乾的 各位觀眾一定很想知道 這一隻竿子 加這個套子 這樣多少錢 三千 三千 裡面有跟大家講我們編號幾號 三十八號 三十八號 三十八號是怎麼出來的 我的那個三日運期 這樣的 對 然後就挑一隻三十八號的編號下單 然後剛好就符合我們兩個的那個 沒有 是符合的 日本鏡頭探布公司 Torray 就是一間 不錯探布的一間公司 娛樂園老闆 知道很多玩家都是掉天平 如果用軟乾的話 用打的很容易就斷了 桌口這邊呢 有做一個強化的動作 所以它這個的細度 跟一般軟乾是完全不一樣的 一般軟乾的話 這邊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 沒有那麼粗啦 它這次是有強化的部分 直接粗的 我蠻看好這隻蝦竿的 我們剛剛呢 就是在拍這個介紹影片 現在呢我們來做釣給大家看 量個水深呢 就非常的彎了 今天用的蝦呢 爆香款的 我覺得量水深的時候 它就已經很彎了耶 以攜帶釣到的蝦 會不會很難拉起來 很要搏動一番 我看你拉的有點吃力耶 釣綜合感覺就像釣公蝦 那如果今天釣到公蝦的話會怎麼樣 這是巨無霸公蝦 滿好的拉 因為那隻剛剛沒有跳 如果它跳的話應該就 就完蛋了 行軍蝦 要這樣跑然後往那邊 我們今天釣的是綜合 覺得蝦體還可以啦 覺得就是不能一直拉 因為好像要一直拉 然後噴掉一次 整吃的 我之前看過娛樂園老闆 釣公蝦 看到一個不行 還好你今天是釣綜合 不然我相信你真的也會很吃力 公蝦比較賤就對了啦 喔 你要扶他腦袋去跟他玩 等不到幾秒其實就吃下去了 舊耳速度滿快的 進度就對了 很爽耶 我提蝦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子提這麼大力了耶 我之前有用過其他軟幹 可能一打就可能有點快斷的感覺 這隻軟幹的話它是前面玩 第三節跟第四節的部分 它算是很穩定的 看就是撐住就好了 你只要一打到撐住 讓它慢慢跳上來就 哇 我就說會撐住吧 撐住欸 太扯了 撐得那麼鹹 我剛剛不是說撐得那麼鹹啦 不要緊 抓到感覺啦 哇 打到了 你覺得有什麼技巧 跟硬幹不一樣 硬幹我都跟大家講 打這個距離 軟幹的話因為它比較軟 所以射程距離需要很大 我幾乎打都打到滿工序 我覺得這竿子都是需要適應的 一 二 三 是不是 你看 這個起蝦方式 哇 還不錯 真吃的 我在亂玩 如果我這樣會不會到底會不會拉蝦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小時綜合池 要了多少 已經多一點 一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 傳奇蝦竿 最貼心的地方就是收起來 我們這個可以背 非常的方便 百威妳的頭髮還好嗎 OK 沒問題 好 那百威妳覺得這個傳奇蝦竿 用起來怎麼樣呢 我覺得它就是很軟 打蝦子要很大力 但是它很輕 超級輕 五顆心的話給幾顆 我覺得可以到五顆心耶 就跟我們前面講的一樣 強化過乾節 我們今天釣天平 還滿好起蝦的啦 整體的一個順暢度跟一個感覺 拉起來也不太會拖泥帶水 算是很漂亮的一隻軟乾啦 五五釣的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 我在下方資訊欄 會貼這一隻的賣場 一萬訂閱會抽雨流蝦竿 十萬訂閱會抽金夏野 不要再念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